日本日期會進行國會的改選 不過接種的住民黨中部跟受傷關係 今天的早上 說讓人等起油斷 加在沒人中心 就有一台警察尚順 煩然的四十九歲 十保險犯 壓當中 讓人抓起來 日本健康的消息基礎 住在教育館船船 四十九歲 十五人 古典噸心 十九早上五點四十五分 向住民黨中部的請問 等五至六條起油斷 接著一台現場 頂部警察的警車 火整個燒起來 不過很快就叫現場的警衛打花 這個男人 隨後塞白鎖的洗碗車 起立五百公帳風 受傷的冠體 想要過在窮農進入 讓人家撞到 他當暗算過在 等起油斷的時候 去給警方跟著寄 以現現犯的罪名 跟當中台北 完全沒有在洗碗車裡面 發現有十個 中油的塑膠塘 還有幾樓的起油斷 當地調查這個男人 煩惱的動機 三更新聞的相關報道 說作古典噸心 一直在寄軍媒體 讓有廢毒 選舉保證金的制度 還有大門鼓勵 用暴力改變社會 好想像由於參選 也把自己的資料 給予媒體 另外消息人數說 古典又要參加過 反對原製電力 核電槍 頂開的 抗議活動 只說一二年 因為沒有經過許可 共共進入 當日本大大黨在民 甩命會 請台北京方 依奉外公務的理由代表 日本在要在日子 既行國會改選 時期很敏感的時候 發生這種攻擊事件 也要他們去國界很關心 自民黨幹事長 松山如透過聲明表示 眼前也不清楚 他犯案的動機 不過絕對不能發生 有人想要用暴力 封殺言論的事情 他還說 眼前當地進行民主 最基礎的選舉活動 稍會發生這種行為 讓他覺得很生氣 又說選舉會入去進行 並只是競選的時候 一定要比較安全 公司新聞 翁飛雲編諺